耗子里电视墙一片红通通 受惠于上周美股四大指数大涨 台股周一跟着向前冲 大盘指数上涨16点开出 随后一路爆冲冲破万九大关 一度上涨逼近400点 最高飙到19333点 尤其是台积电ADR 它上涨的幅度是超过了4% 所以今天我们台湾股市 是在台积电开高的带领之下 就一路开高走高 风光都被台积电拿走了 分析师直言护国神山台积电 可说是抢尽风投 开盘雪下714元新天价 盘中最高来到725元 涨幅超过5% 带动相关概念股也表现亮眼 而这一波的蜜月行情 还有机会持续下去 台积电的ADR 我们如果按照它的溢价 是17%来算的话 那大概满足点是在722块这个附近 那如果按照正常的一个溢价率 就是13%来算的话 那它的股价应该有机会来到740块左右 至于当红的AI类股 除了金元电开出92.4元 盘中高点来到96.4元 涨幅超过7% 其他像是鸿海 台达电 广达等等 则是微幅上涨 AI股票反而是今天就没有那么强了 那当然表现还算是可以 进场之前先观察看一下 这些个股上面 比如说量大不涨的走势 那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股市行情甜滋滋 股民乐开怀 不过分析师提醒了 最近震荡幅度比较大 随着2月份的营收即将公布 建议投资人先留意基本面 切勿盲目追高 人士新闻郑竹云 陈胜翰台北报导